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说连赞跟马英九 其实大家想象连赞是马英九的老师 那马英九回来在蒋经国身边做事 然后后来这个连赞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是法务部长 当然是李登辉提拔的 其实那个时候看起来连赞对他也蛮好的 那马英九也是思思文文 其实他们两个长得都很漂亮 其实两个人其实长得都很好看 你必须承认他们两个是真的都很好看 你像坐在这边的话都很贵族嘛 绝对不是丐帮 就是说都很漂亮 那然后我记得他们两个 你真正发现他们两个有问题是 白晓燕案 好像是2000年前吧 199几的时候白晓燕案发生 那马英九那时候做法务部长 他去查会去抓黑金 结果查了一堆国民党的立委 去选举的时候去买票 那结果那些人就告到李登辉那边说 再这样查会把这个党查垮 把国家查垮掉 那后来李登辉就把他的法务部长拿掉 拿掉以后连赞对他真的很好 连赞就说你既然法务部长不做 就做政务委员 那政务委员的时候 连赞最初希望他做政务委员 兼新闻局长就发言 但是李登辉不同意 你知道那个年代的政务委员 两个人一个办公室 共用一个秘书 小小一间办公室 所以马英九坐了一阵以后就不坐了 他就说为谁而战就走了 就持官走了 那我记得有一次王作荣办一个座谈会 那我去 因为他们只要我去我就去了 然后马英九后来来 就看我旁边位置他就坐下来 那坐下来聊天 那很多记者一看他来就这样涌上去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臭屁到什么程度 一涌上来 一坐下来就一群记者这样围上来 要采访他 他很拽啊 他我才刚坐下来 等一下好吗 那记者就赶快退到旁边去 那过一下他 看他有空又过来了 他说我口渴我要去喝茶 然后一个很大牌的三台的记者 赶快去倒一杯茶请喝 谁 请喝茶 谁啊 那个年代 没有啊 没有 然后他坐我旁边 那个时候正好他在讲说他要不要选市长 那后来我就 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 那我就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差 你知道你真的很不够意思 连赞对你那么照顾 他又是你的老师 你趁他最 白晓燕案最不得意的时候 你持官 等于在背后捅他一刀 他回了我一句话说 我还不爽他 这么直接就这样跟你说啊 对不起 他们也会用这个字啊 不爽 我以为只有我们大家会用这个字 我以为他们不爽 他真的这样讲 我还不爽他呢 然后我说 你知道我一听就傻言 你知道吗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我跟他提了很多建议 他没有一件做的 那我就跟马英雄说 我说其实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个年代李登辉是强势 他强势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连赞一度要发表 一个姓吴的做新闻局长 总统府一个电话来 你知道公文都打出去了 要公布了 然后公文车回来 取消掉人事 所以我就跟他讲 李登辉那么 这么跋扈一个人 他拍板才能定案 所以你跟他建议再多没用嘛 李登辉没拍板他不能做 他还回了我一句 你错了 他我跟他建议的东西 他可以做决定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就不愉快 那他后来出来参选 其实跟连赞已经没关系 他就离开 那离开的时候 那个2000年落败的时候 那就更是恩怨就更明显了 所以换句话 但是我觉得连赞基本上 是一个雍容大度的人厚道 那到后来 马英雄 你知道其实那个恩怨很深 除了那次之外 马英雄后来选上市长 那连赞后来 2000年落败 败选 那就接了党主席 那马英雄做到2005年的时候 他想说如果他认满呢 他什么都没有 他选2008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要做党主席 那连赞那个时候是党主席 那连赞说他还要再竞选连任 马英雄说他要选 那连赞说他还要做 那后来马英雄也很厉害 他就说那这样好了 党员直选 那他一提出党员直选 连赞一定选不过他 因为他那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记者捧茶去 人气如日中天 对 所以后来连赞说好 那就不要选 那就推王金平去选 那这就是真正决裂 OK 来 问这个 我补充一下这个 《危机揭秘》 其实是最真实版的心灵写照 因为这里面提到 杨树定问连赞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的某某人 连赞说你是指马吗 指马英雄吗 很直接 杨树定没有问他说 你不喜欢某某人 他马上回应说 你是不是在讲马英雄 你就知道说 这个连的心里面 他讲真心话 那至于王金平 这也是《危机揭秘》里面提到 王匹马 拙劣无能 这个不是我们的调报 王金平批马英雄 所以在《危机揭秘》里面 讲了很多真实的一面 可是 为什么说马英雄 跟连赞会渐行渐远 落出马九 我觉得最主要是 他扫黑扫太厉害 尤其那一次他1996的时候 扫掉了大概九个县市长 还有三四百个国民党籍的议员 所以那一次之后 他就被贬为曾委员 但曾委员的时候 白小燕案发生 白小燕案发生的时候 其实连赞 因为他是行政院长 被首当其冲 而且那一次我觉得 台湾史上第一次群众运动 用这种雷射光 打到总统府的塔上面 脚印 这个大脚印 对 所以在那个同时 既然说 马英九挑出来说大官 老子不干 孔了一刀 OK 美莫 我想这个是 对于李登辉 也是一个一刀 那我觉得就是说 早期 我们可以坦白讲说 早期譬如说 2000年之前的马英九 他代表的是 大家 他对于这些大佬的看法 其实代表社会上 对这些国民党 过去的一些看法 所以他站在他未来 他是一个有政治前途 有政治明星 然后有想要改革 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他会觉得这些人的做法 是在毁坏国民党 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到了后来 就说变成一种 一种权力上面 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执政上面主导权的 一个争夺战 尤其是马英九就任在 就任之后 对于大陆的问题的主导战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你大陆的东西就是 作为他包括这个宋楚也好 包括这个连战去建构的国共平台 他是走得太快 所以让整个政府的大陆政策上面 是形成很大的一个分歧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在跟连战 还有这些大佬真正的分歧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因为对事后的处理 还有包括中间 包括中间一些过程的调查 连家就觉得疑云很多 然后甚至于你就 你知道跟连家人稍微接近一点 他们讲的话 就是讲了后面的阴谋论听起来 就不是现在政府结案的方式的一个 他们觉得真相为名之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过去的 国民党的确是像温文儒雅 提拔一个人 其实讲得很明白 他只后悔提拔马英九这个人 其实也是 所以说包括这个什么 丐帮帮主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包括连战过去也是讲的 也是讲的就是当你执政不好 然后这些人又还想延续 国民党政权的时候 一句话是前面把你马英九尻了一下 可是回来还是叫你说 不要再打蹦还死了 好像有人在暴霖讲话 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吴自洋 吴自洋的提案 所以我觉得未来 像这样的一个斗法 就是马英九这样公开去讲 那个连盛文跟吴伯雄 我觉得这种东西 已经几乎把这个民地党文化 移植到那个国民党 OK 好 是 这个作家是民众立部的 一个老记者 老主任 他寫说 按什么三百六十五坊 一天一坊 結果寫二百多坊 沒辦法再寫 我不知道那种事实力 民众立部 寫出大家暴霖出來 自己看 有时间去看 不然我们说不完 到底概念十字 三十八年里发生多多暴霖 台湾残死档案 台湾残死档案 国劳大哥说了没问题